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价值300多万的金事被盗 别说在当地从未发生过 放眼全国也是罕见 该案在当地引起了广泛关注 公安机关第一时间 派人指导案件侦查工作 那么警方怎样才能 尽快地抓获犯罪嫌疑人 挽回被害人的损失呢 后来我们就做了 大量的侦查研判工作 就确定那个犯罪嫌疑人 朗朗新建机的 也发现他在案发前 到过县城附近踩点 通过侦查手段 警方基本确定了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并且发现此人实施作案前 可谓计划周密 我们追踪到 他在案发之前的 112号 1126号 他们在早上7点多钟 就以那个伪装人 行人的样子 走到被盗中心现场的外面 在那里刻意地流光 店里面的情况 金店以及街面的视频 在事发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曾经多次拍到 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该男子多次踩点 对金店内部情况 开关门时间 安保状况 可以说了如指掌 并且还在隔壁的房间内 查探店内夜间巡视人员的情况 我们认为他 根据他这个作案的 这个现场作案的一些特点 我们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这个有一定的 这个在工地上 做工的这种功能 有这方面的一些技能 感谢观看